西安的名字被叫了六百多年 而在之前的一千五百年里 它是以长安这个称呼 被全世界认识并向往的 大雁塔是唐长安的地标建筑 因为历史久远 大雁塔必须定期修缮 唐代的高僧玄奘主持修建了这座塔 用于保存它从印度取汇的经书与佛像 当时大多数建筑高度在十米以下 六十米的大雁塔在长安城中鹤立齐群 从城市的各个方向都能看到它 在此后数百年间 大雁塔历经了重建和改造 增高并长胖了 如今大雁塔保留着明代的造型 塔身的第四层还存放着两页 玄奘当年取悔的经书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 长安拥有繁荣的贸易市场 在唐代 它的面积是当时欧洲最大城市 军事坦丁堡的七倍 集圣市人口超过一百万 长安 这座独岭风骚的超级都市 成为东方城市文明的源头 唐帝国的皇宫 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砖墓结构供殿群 今天的人们将它缩小到十五分之一 安放在大明宫遗址的旁边 人们尝试复原了大明宫的局部 比如这座十五米高的台积 台积之上曾经矗立着一座宫殿 那是唐帝国举办典礼的重要场所 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日本的京都 奈良等地看到长安的影子 特别是京都 那是一座以唐长安城为母版建造的城市 两位 三位 里边坐 两位 三位 里边坐 你好 你好 两位 三位 里边坐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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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八十六岁的白玉婷 从小就跟随父亲收拾生熟羊肉 八十年代 他在西安回方开了第一家水盆羊肉店 以大碗装成的水盆羊肉 是陕西人喜爱的传统小吃 西北地区自古牛羊交易繁盛 精心烹制的羊肉汤 始终是人们离不开的美味 回方是西北著名的回族聚居区 唐朝时便已成型 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 在2.4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活着四万多人 有一千多家饭馆 店铺 两千余种小吃品种 每一样小吃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守着一门技艺 世代传承 老五白文平 如今继承了父亲白玉婷的手艺 每天下午六点 开始备料熬汤 制作水盆羊肉 关键是调料的配比 用的是传统陕西老五亚 花椒 小香 凉姜 八角 桂皮 数量不多 但是对每一种料的性味 都要心中有数 将浸泡了十个小时的羊骨 牛胯骨 按照六比四的比例下锅 去腥 瓢杂 这样熬出来的汤才能清亮不浑浊 牛羊骨胶质含量高 会让汤更加稠香 两个小时以后 将包裹好的调料下锅 再改大火废煮半个小时后下羊肉 一直煮到高汤开花才可以定锅 祖传下来的腰板 是定锅入味时老白独有的秘密 腰板选用木质轻 透气无味不变形的怀木 像锅盖一样 把羊肉完全封入汤中 让肉的每一个部分 都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醇香 汤中表层的油汁 封住了热量 汁水也不会挥发 这样浸炖出来的肉 松软 酥烂 滋味才能完全进入到肉里 买父亲仍在这个家庭 这是他真正的一辈子的现象 买父亲仍在这个丧业 理所能及的情况下 他还是要管 因为听买父亲的话 俗杀是何思绪的一个踏实感 结婚 家女子 这碗堂成全了家女的一切一切 十个小时后 羊肉变得如同凝枝般风鸣 味道好 品相也要好 老五白文平每次都要精心修整 这也是父亲的叮嘱 水盆羊肉每在吃肉喝汤的畅快 老白的汤也有着特别的讲究 将煮肉的圆汤 再添羊骨 少许盐 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水 慢火煮沸 这叫做破汤 因为圆汤太浓 稀释调和之后 口感才最好 你今天用刀刀吗 不用完啥吧 我第二天绝对我不会用它 我尽管把它刀了 我都不用它 这是汉朝的长安城 它占地面积36平方公里 坐落在今天西安市的西北角 这是唐大的长安城 它比汉朝说的长安城 要大一倍多 在今天西安城的南面 这是今天的西安城 它建于明代 明清时候的西安城 要比唐朝代少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历史如何变迁 西安城的位置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是十三个朝代的都城 令人惊叹的是 众多帝王的选择 竟然如此的一致 金八成位 这些名字 就是定都长安的共同原因 主水草 我们的先祖 选择居住地的首要需求 就是水源 哪怕到了科技 足以改变自然的今天 对水的需求也是一样的 关中平原的八条河流 围绕着长安 世带滋润地 在这里生存的人们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巴水绕长安 然而水源并不是 成就长安城的唯一原因 安全同样是所有王朝建都 都要考虑的问题 千沟万赫 从山峻里 黄河天窃 将长安城 护卫在他们的正中央 让这里 在漫长的历史中 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巧合的是 今天人们惊奇地发现 长安地区 居然是中国的地理中心 不得不说 这是古人的智慧 西安 古城长安 是十三朝古都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与丝绸之路的起点 圣唐的长安城 是世界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诗歌的中心 王维生命中 最辉煌的时光 都与这组城市 密不可分 我将以这里为起点 透过他的诗歌 开始一场 行走与感悟的旅程 王维呢 我们知道 他医生主要的生活 就在长安 以及长安附近 尤其他后来 隐居中南山和瓦川 是他创作上 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长安 我每次和西安的朋友 在一起聊天 我都会给他们讲 当年西安 有一个恢复长安运动 我是第一个 签名支持的一个学者 我特别希望 这个西安能够 恢复掉长安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头 长安代表了一种精神 大唐和唐朝 其实代表了 是一种 对华夏文明的回溯 而什么能代表 大唐呢 长安 长安 一个滚烫的名字 历经千百年的洗礼 如今温度渐渐退去 变成传说 璀璨 彩灿 彩灰 强盛 丰厚 这些异美之词 只能堆砌出 一个概念化的 这一年四季作物虚细 我们现在呢 就去看一下 这些闪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相比罗马 西安的美食 那可真是由内到外的火热 中国的厨房永远是这样 你就是 中国火火热热闹的 中国厨师自古以来 都是浴火的高手 准确地把握火候 是成就中餐烹饪方式的基础 千百年来的长安风味 那可都是烈火的结晶 等到饭菜上桌 这股热火劲 便传到了人们的心里 因为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哪怕是人再多 也一定要围坐在一起 吃的就是这股热闹的气氛 中华美食那丰富的口感 总是变幻无穷 但唯独有一点 是中国人最重要的 饮食传统更有不便 那就是一顿饭要吃好 就一定要吃得热气腾腾 这种热可以是一种 健康的理念 就比如中医认为 人的五脏六腑 都是洗温不洗凉 也可以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就好像礼仪教会我们 热菜热饭待客 才能暖心又暖人 总而言之 中餐讲究万物皆可改变 吃的就是加工 食材最精华的部分 必须通过相应的烹调 才能真正的萃取出来 而西餐则讲究 以不便应万便 烹饪是为了衬托 食材的鲜美 大自然馈赠的那份风味 才最重要 从长安到罗马 表面上看起来天壤之别 但其实两种饮食观念 却殊途同归 那些不同口味的背后 都是一颗 食不厌精的美食之气 它们有着对于 极致美味的共同追求 为了满足那挑剔的味蕾 不论东方西方 谁都会不遗余力 不厌其烦 这趟变长东西美味的 文化之旅 您一定不想错过 说起对罗马美食的印象 我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一个词 无肉不关 但是除了人们熟知的烹饪方法 究竟什么样的肉 才能被意大利人奉为珍宝呢 今天为了探索 意大利人对肉食的极致追求 我来到了这座藏匿于 亚平邻山脉之中的高山小镇 走在这里的街道上 隔着老远就能闻到 空气中弥漫的肉香味 这家看似十分平常的店面 其实是远近闻名的百年老字号 你好 主人如属家珍地讲出了一堆 我貌似听过的名字 但看着这里琳琅满目的美味 我还真是不知道该先尝哪个好 对于最上等的火腿 意大利人坚持采取手切薄片的方法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更好吃 西安人究竟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呢 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字说起 这个字写着怪 读着更怪 他念饼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面 都能用这个字来形容 它代表的是一种严格的工艺标准 因为这个边那个字 肯定在这个汉语当中 我们现在找不到其他字 它这个字是什么个来源 这个面都是 撤开的面和安倍的小大声 就敲打这个声音 对对对 关中平原自古盛产小麦 面食一直是陕西人餐桌上的主角 虽然做法五花八门 但追求都是一样 就是筋道 在物产没有南方丰富 因此在陕西各种小吃里有个特点 就是深加工 最深刻的味道都给它挖掘出来 所以它这个面食就补快补厚补薄补牛 刚吃刚吃 但这跟手艺关系太大 这其中包含着陕西面食最基本的特征 要我来怎么 可以啊 好 你去找我 你看一下 这两边先和面先拉住 拉住 这样子 就两个指头这样卡住 一定的长度 对 然后首先是这样的 把它撑长 撑长之后两个这样的 通过不断重复 均匀发力 古老的扯面手艺 正是把面粉的延展性 发挥到了极致 创造出了面条 韧性十足 爽滑弹牙的绝佳口感 以至于煮熟之后 只要用盐 油 辣椒等简单调料略加修饰 就能让人一包扣服 而这正是因为陕西人 对于面条本身品质的工作 远远超过了其他 在里面有酱油 对 三公分款 一粒把茶 一粒把茶 一粒口 陕西人的所有的家乡感情 乡愁全都在这碗面 那这面 陕西是中华农耕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 面条的历史远远流长 这一碗扬扬面 走过了千百年 它承载着的 是陕西人世世代代 对黄土地最质朴的情感 马拉松赛事 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标签 上海马拉松赛 简称上马 厦门的叫夏马 北京的叫北马 西安马拉松 却被称为城马 因为在西安 马拉松赛事 是在城墙上举行的 西安城墙 历代都有修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明代的一村 沿着城墙 人们建起了环城公园 也围出了西安老百姓的 一个生活圈 如果说大多数城市的发展 是在高度和边界上的拓展 那么西安 则是在同一个空间中 叠加出来的时间之城 在城市之中盘旋 穿行 秦 汉 唐 明 十三朝的时空 同时聚合在古城之中 全新的城市 在过去的文化中 继续叠加出新的价值 就像一棵树 长出新之叶 抽出新芽 行走在古今交映的街市上 我突发奇想 不知脚下哪一片土地 发生过唐诗的故事 也不知那位游客和我一样 正在寻找唐诗里的长安 这个长安 长治九安 对吧 长安这个名气确实很大 所以现在好多西方人 说仙也许不知道 对 说长安 说长安它一定不知道 是 从未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十人仇 对对对 这个礼拜好几首诗 对呀 长安 新奇机写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唐诗写的这个一长安 十二月十 十五日 对呀 对呀 你看一直到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都有 其实这个唐诗 stories 还是一个包困 对 有待有进一部 ��けれども 你看我研究历史 我觉得唐诗诗诗诗课 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而且有些事实上还真是有实学价值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长安城 王双怀教授心里则有两座长安 一座存在于他研究的唐诗里 另一座存在于他生活的城市里 这就是坝河 坝河是关中巴水之一 古人说荡荡湖巴水绕长安 因为这条河流它在长安城的东半部 在渭河之南 那么长安城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都城 长安城面积很大 长安城是七十九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它的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 它比当时世界上第二号城市巴格达要大六倍 比三号城市伊山布尔大七倍 所以这个城市是威为壮观 你读唐诗 王位的诗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一贯拜免流 我们说唐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诺长安当然就是诗之都了 很多的诗人他都往来与产霸之间 霸河霸桥还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送别圣地 对 所以在这一代有关送别的诗非常多 特别多 一是研究唐诗的 对对对 有很多 唐代的很多帝王江相 文武大臣 包括圣经道士 他们都曾经写过送别的诗 对对对对 这中间有些诗呢 让我们读起来觉得很有情感 年年柳色 霸灵伤别嘛 对 礼拜的诗 而霸桥在唐代的时候呢 他十里长堤 栽满了柳树 对 折柳送别 对 春河景明 杨柳依依 对 这个时候人们折下一个柳枝来送给对方 对 为什么要折柳子送别呢 对 你知道 对 留着留也 对 留着也 还有西沃王以杨柳依依 我不愿意让你走啊 我想把你留下来 但是你必须要走 我留不住 留不住怎么办呢 给你一个柳枝 其实王伟除了未曾取 还有一首著名的叫做年轻时候写的 送齐武浅落地还乡 对 齐武浅嘛 江西南康人 所以他送他一定走的是霸桥 对 盛代无影者 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 不得顾彩威啊 唐长安西市途中 那些行走在唐长安大街上的商人们 有苏特人 波斯人或是阿拉伯人 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 唐长安城是当之无愧的地标 在这里定居的各国商人 使者 留学生等总数不下三万人 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中国有着往来 阿拉伯帝国曾先后四十多次 派遣使团入堂 在今天的西安市 浅塘使阿贝种马旅的墓园 依旧吸引着来自日本的众多游客 在唐长安的历史中 日本遣唐使阿贝种马旅 不仅考取进士 担任官职 更与李白 王伟等大诗人结为挚友 王伟曾为阿贝种马旅 写下了著名的诗句 九州何处远 万里若长空 在阿贝种马旅去世十多年后 日本的都城从奈良迁至京都 先就两座都城均访唐长安归制而建 两座历史名城 至今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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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朝古都 龙门山 分为东西两山 一河从中传过 一千四百多年来 历朝历代皇家贵族 在此修建造像 一边建造 一边保护 这样的修缮工作 从古至今时有发生 本次为期两百多天的整修 为的就是不让那些历史时刻 被人们淡忘 长达一公里的枯勘里 大大小小十万多尊造像 让整个山体熠熠生辉 这是来自不同时代 将人们的集体作品 将超过一千四百年的优雅 与从容 倒映在水中 化作这座古城的耀眼光芒 凤仙寺 龙门石窟的封面 中国石窟艺术的巅峰 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标志 这一巅峰的缘起 来自一场民族大融合 洛阳东汉时期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与罗马齐名 两山对立 伊水中流的伊雀 是洛阳的南大门 因帝王以天子自居 又称龙门 北魏太和十八年 及公元四九四年 为了彻底融入中原文化 北魏孝文历决定 从塞外大同 迁都天下之中的洛阳 开阔造像的中心舞台 也由云刚搬到了龙门 经典大福 对对对 兵阳中度 对 这是那个宣武帝嘛 宣武帝为他的父亲 孝文历和文昭皇后 为他的父母来开的 这个洛阳这个地方 本身就是 因为在这种洛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佛图和文昭皇后李佛图 是中国石窟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最美的流影 遗憾的是如今两臂空空 上世纪二十年代 两幅浮雕被中外盗贼勾结盗凿后流失海外 道早皇帝里佛图的三个石匠 就在这个遗河对岸住的 这个三个王姓石匠就回忆 说是他们怎么样被这个土匪和保长逼着 拿枪逼着他们 每天晚上背着麻袋 偷偷地就从那个对岸里过来 过来以后点着 说点着没有灯 早那么一堆石片背过去 第二天再来 再到一堆石片再背过去 这个石头片就运到了北京 到了阅宾了 约别人就给了普爱伦 普爱伦把这些东西拿到 大陆会博物馆以后就拼接 应该拼接出来百分之九十吧 被带到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 皇后礼佛图 却拼接得真假混撒 它是凿城 至少是四千多块碎块走的 然后我们库房 就是当时海关又交回了一步 两千多块碎块 还在我们院里 其实它有很多信息是 对的 不正确的 就是公养人雕刻 包括公养人画像的动画也有 很多 但是这两幅是中国石宫里面最棒的 就是规模最大的 而且是级别最高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两幅 可惜了 可惜了就是空空如也现在 被称为中国福雕礁旿石杰作的地后礼佛图中 帝王将相 侍从宫女 各色人等密集重叠 却顾盼呼应 浑然一体 完全是对南朝皇室出行的一次克隆 东晋画家顾凯之的画风重现 古阳洞 北魏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迎建的功德窟 北魏皇室贵族也纷纷在这个窟里开刊造像 在这个十一米高的天然溶洞中 留下大小一千多个石刻造像 当中国书法与石窟艺术相遇 古阳洞变成一个魏碑书法的碑林 几乎每一个佛刊边都刻有供养人造像提计 从龙门石窟两千八百九十块碑刻中 精选的龙门二十品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 而其中的十九品就出自古阳洞 每一个造像提计既是一幅魏碑名品 也是一个冷暖故事 这幅北海王元祥造像记记录的是元祥随孝文帝南法前 母子告别的情景 分别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葛延凤雷 这个母子两个人都落泪了 你别看他身份那么高 孝文帝的亲弟弟 他也一样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这种生离死别 高台飞就说为求这个母子平安 然后就造这个迷了像 借助古阳洞维修的脚手架 在龙门工作二十多年的高丹 第一次清晰看到古阳洞上部佛刊的细节 对 你看 在这儿能看见 今天要是你看我说的是这个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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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的中国南北朝战场上势不两立 文化上化敌为师 在丰烟四起的战乱年代 最终让华夏各民族凝聚融合的是中华文化 公元581年分裂200多年的南北朝结束 隋朝统一了中国 公元618年中国进入最伟大的盛世唐朝 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 以更大的热情拥抱希莱的佛陀 继续接力 打造龙门 中原统一的熊墙也投射到石窟中 隋和初塘完成滨阳南洞和北洞 已经开始由秀谷倾向 变得阳刚壮美 这尊不足一米高的观音像 被游客称为龙门最美观音 龙门的虚拟修复技术 让我们看到它1300年前的真容 把这个观音像呢 对它进行了三维的激光扫描 在电脑中呢生成这个三维模型之后 对它这个对称部位进行了一个补权 从原来的素模的这样一个状态 它其实是经过人工的这个绘制的 可以说它这个观音像的这个修复呢 是融这个学术技术和艺术三者为一体的 唐代的菩萨不像北魏那样笔直站立 而是扭出曼妙的S型身姿 犹如婀娜的唐朝历人 这已完全是一个唐代女性的形象 她丰满雍容自信 魏唐两朝的皇家工程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 中国时刻艺术的最高峰 最高峰上的皇冠 就是雄聚龙门石窟视觉中心的 奉仙寺卢舍纳大佛 公元672年 高宗李志和皇后武则天 为父皇李世民做功德 开凿了这组大相刊 武则天还特意捐出两万罐汁粉钱 卢舍纳大佛高17.4米 耳朵就近两米 大佛完全摆脱了印度造像的影响 既有君临四方的威严 又有母仪天下的妩媚 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佛像 已完全脱胎为中国雕塑的巅峰之作 最传神的是佛的眼睛 采用了内凹式的雕法 无论站在任何一个角度 都能感受到她注视的目光 学界和民间都有一个说法 卢舍纳大佛就是参照武则天的形象 雕刻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卢舍纳佛 它显得那么的这个超越 那么平静 它就体现出来一种 和西方传统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看希腊罗马的雕塑 比如说拉奥孔 比如说摩西 它是在一个文学情节中 一个瞬间 但是卢舍纳佛我们看 没有这些 它体现的是一种永恒的 一种超越的 一种永远的东西 所以我们永远地去摩拜感动 强盛的国力和皇家的同佛 使唐朝走向中国佛教的巅峰时刻 尤其是武则天执政后 为了稳固政权 在全国各州兴建大云寺 广调弥勒佛 也就是在高宗和武则天 同志的时间内 中国佛教艺术 尤其是世故艺术 达到了第二次高潮 这次高潮可以说是最高峰 比第一次高峰还要高 在阿富汗巴米扬大佛 被塔利班炸毁之后 全球现存最大佛像 几乎都集中在中国境内 其中绝大部分为唐代造像 人们向往盛世的辉煌 试着复刻一座隋唐时期的洛阳城 终于在一片灯光璀璨之中 出现了一片仿古建筑 他们提醒着每一个人 洛阳的古风古运 绝不是无中生有 这里曾见证了古代中国 隋唐 武代和北宋时期 超过五百年的辉煌 西来阳网的应天门前 身着古典汉服漫步于次 也可以模糊古今之间的时空界限 当焰火再次冉冉升起 穿越时空的盛世繁华 也在此刻正向绽放 习武之人 居于嵩山之中 而嵩山脚下广袤的平原 才是最适宜居住的土地 考古人员用了超过六十年 逐渐在这里 还原出一个三千多年前的文明留下的遗志 供电 民区 青铜手工作坊 城市功能区已经划分明细 在城市中央的十字路口 甚至留下了隐约可变的车辙痕迹 它让世人看见了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这古老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 在中国 最富贵的花朵 莫过于牡丹 如今 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 早已开遍寻常百姓家 四月的洛阳 亭前屋后 街头巷尾 牡丹是最常见的花朵 就连马路上的红绿灯 都被定制成牡丹的模样 如此尊贵的花朵 自然要配上护花使者 排起长队 只为一度尊荣 从古至今 观赏牡丹的热潮从未退去 这样的盛化 当冬日游上远 一城之人皆若狂 亨起于随场 繁盛于唐宋 牡丹被国人奉为太平盛世 与生活富贵的象征 历代园艺大师 不过二十四种 千年之后 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牡丹品种群 就已达到一千五百多种 这是中国人 这是中国人与牡丹共同 中国人与牡丹共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亿年前 他的生命第一次被写进土地 三十亿年后 他已经一千三百多个品种的姿态 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中国人眼中的万花之王 心中的国民之花 一朵花在百转千回间 留下了上千年的传奇故事 和眼前的繁花似锦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朵花 洛阳博物馆 存放着城市的历史记忆 每周一闭馆 馆长王秀都会来到这里 一次次熟悉的触摸 仿佛老友之间的问候 从这些凝固的历史瞬间中 王秀希望寻找到那个 困扰自己多年问题的答案 丹青墨色 笔下乾坤 这个曾经背着画板 走出哈尔滨的学生 如今已年过花甲 在洛阳的宣旨上 三十个年头 他描绘牡丹 从一而终 今天的自己 当年的王秀 根本无从预想 当时老师教我们 画牡丹的时候在大学 我就觉得接受不了这种花 第一次看到牡丹的时候 就是在我26岁的时候 在洛阳的公园里 当时看到红色的粉色的牡丹 太激动了 从来没有想到自然界 真的会有这么好看的花 一朵花与一个人的相遇 是时间久别后的重逢 也是宿命最开始的安排 一株牡丹花 让王秀从此扎根落阳 这是一个与花兮兮相关的民族 在诗经中 许多花 以文字的面貌出现 但与花相关的 一百三十五篇诗歌里 唯独没有牡丹 对此王秀百思不得其解 桃花 梅花 它们都在诗经中留名 也是中国画中 备受青睐的题材 选择它们于牡丹直面 王秀试图用绘画寻找答案 牡丹花来说 比较适合大的色块来表现 而且同时花的形态 也十分的张扬 饱满 大气 所以这种色彩和形态的结合 我觉得就是很容易 引起人们的注意 所以一幅牡丹花上 经常是一些不同的颜色 把牡丹连成一片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花团紧触的视觉效果 直观的视觉感受 并不能给他带来答案 每一种花都有着 不同的风韵和美丽 作为一位牡丹画家 对于这朵花 王秀倾注了 比旁人更多的情感 同样 他也希望知道 牡丹更多隐秘在岁月中的身世 每年牡丹花会 一场大戏总在洛阳上演 武则天冬游上院 见满缘萧瑟 照令百花 冒雪开放 唯有牡丹 唯命不从 触怒天威 被女皇贬下洛阳 之后 牡丹在洛阳生根 开启千古传奇 成就一国之花 让人深感困惑的是 这个源自清代神怪小说 静花园的传说 却是牡丹文明天下 唯一的解释 这同样是考古学者 蔡运璋的困惑 几十年接触文物的时光里 她对生活的土地 与牡丹的过往 产生了种种 挥之不去的联想 历代古籍里 屈指可数的记载 文物残片中 若隐若现的端倪 老蔡希望 自己的目光 能够拨开雾隘 寻找到牡丹 成为国民之花的 真实答案 跨越时空 一千多年前 这里宫阙万千 唐都洛阳 武则田重要的执政之地 曾经陌生而又遥远的记忆 成为我们熟悉的故事和生活 直到今天 这里依然是盛大典礼的首选之地 花开之时 上百对新人在此共结联礼 千百年来 海事山盟的场景变了又变 但那一纸婚约上 一个符号 从未改变 也许人们未曾留意 也许早就习惯它的存在 促拥准良辰吉时 牵手才子佳人 跨越不同时代 牡丹始终如一 东静 画家顾凯之的《洛神富途》 描绘了才子曹植 对爱情的想象 这是牡丹第一次出现在 中国绘画作品中 这第一次的亮相 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 也将中国人认识牡丹的历史 推到了这个时代 那时 开满牡丹的洛河 已经展开了一幅 美好而又辉煌的历史长卷 秦岭 牡丹最主要的生长之地 它分界出长江与黄河 也分界出中国的天南与地北 从这里发源的洛河 全长不足黄河十分之一 却补育出世界上最古老 最漫长的人类文明 它蜿蜒流淌四百五十公里 与怒吼的黄河相撞 冲击出一片富饶的盆地 就在这洛河之兵 诞生了王者之城 洛阳 自夏商周史 华夏文明 在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这是工艺美术大师高水旺 最新的尝试 唐三才 自唐代发端 有洛阳文明 传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高水旺的声明 来自它出神入化的仿制工艺 用唐代一样的技法 它能塑造唐代一样的造像 那时的侍女勇 脸型圆润饱满 体态丰盈 气质高雅 金人手中的泥塑刀 刻入了唐人的审美情趣 描出的是 往昔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 你想这 像这种造型这种 免想 它没有什么顾虑 也没有什么烦恼 像这些 它都表现出来 那种 非常撒脱那种感觉 宿泥造像 想象中的历史逐渐复活 秦汉仁勇中所展现的 皇权威与宫廷逸越 在之后的圣堂 被世俗的百姓生活替代 从灵动的艳寿 到风鱼的还肥 时间转变了审美 圣堂侍女的贫孝间 无一不为我们展示着 那个浪漫辉煌的时代 武则天去世近百年后 周访的簪花侍女徒问世 画中风鱼的贵妇未变 唯一的不同 是云并尖的那朵牡丹 这些来自于造像 历史和民俗的形象联想 当中也许就包含着真相 史料记载 每到牡丹花开便形成花卉 妇女们投插牡丹 怀抱牡丹 大街小巷以花一花 对于牡丹的狂热 令一切充满诗意 之后 刘雨昕这样写道 唯有牡丹榛果色 花开时节 洞京城 圣堂的印记在洛阳比比皆是 唐人一边赞美着牡丹的气愿 一边将天马行空的思绪送到云端之上 云雾化作山的仙气 崇尝仙道文化的唐朝皇帝 相信太上老君里尔在此归隐 于是就把这座山改名为老君山 此后老君山成了道家修仙之人的理想去处 这条灯山的小路 也稀兴地变成了道家修仙之人的 山顶视野开阔 人们在此登高 感受仙气的同时 还可以一眼望见 中原大地的人间烟火